字幕提供 李光盛 都不好了 字幕提供 李光盛 李光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怪談節目 踏入7月熱, 由今晚開始 我們怪談節目會以一個全新面貌和大家見面 我們會推出日本經歷片《怪談新以代》 還有《怪談信箱》的即場和大家解答你們的問題 還有我們會加入一些嘉賓和我一起主持節目 好像今晚我們來了一位新的嘉賓 雖然他從來都沒有來過 是今晚第一次 不過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會認得他 他就是佛學博士郭兆明先生 我很歡迎你郭博士 我知道你還有很多名字 不過我讀不完一次過這麼多 不過我即管說 還有兩個態度說給大家聽 就是前蒙古共和國駐港領事和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 太多了 我暫時可以說這麼多 我知道郭博士對佛學和原學很有形式 很有研究 不是大家都不會叫你博士 剛剛我們看過電梯裏面撞鬼的情況 我好像片段裏面這樣說 你知道困住電梯裏面 如果看到那些鬼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害怕 走來走不到 電梯在動 或者電梯去到一半是停下了 甚至是關燈的話 那些恐怖的情況就更加嚴重了 不知道博士有沒有類似的經驗在電梯裏面 或者是有些朋友在電梯裏面撞鬼 我自己有試過在電梯裏面 是不是 那你還是覺得有些靈體會徘徊在電梯裏面 你可以連想有的 但最重要的是 鬼就是一個我們人類的原始思維來的 原始思維跟現代的思維有很大分別 原始思維帶到現在的世界一般人分不清楚 那鬼是用什麼方法存在 我從11歲就在墳場長大 墳場 在窩打路上 現在就是窩打路山 回家墳場 為什麼回家墳場長大呢 我住在旁邊的回家墳場 很多水果宅 我半夜在這裡玩 到我35年前 即是你很小的時候 已經跟靈界的東西牽絕了 但我到現在就曾經在 我去到印度、南美洲 去到蘇聯、越南 很多地方、中國 我曾經跟那些大師說 如果你們有能力 叫了一隻鬼來 我就準備跟那些鬼比目一次 但到現在都沒有人叫出來 那譬如你真的在電梯裡 但我認為這個世界是有鬼存在的 但它存在的空間就是在感性的存在 那我知道很多人問我 電梯裡面為什麼會有鬼呢 我們都有幾個可能性 一是有一個可能性 它心事明瞭 它徘徊在電梯的層數上 走上、走下、走下 有一個故事 一會兒再跟大家說 第二個就是回運 有些老人家根本找不到那些房子 所以在電梯裡徘徊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第三就是因為在電梯槽裡 工作或者是掉了電梯槽去死 或者是意外身亡 那些屍體有很多很久前後被人發掘了出來 那它可能在那幾個月未發現之前 那它的靈魂困住在電梯裡 那它會搞一些事情出來 讓人注意它 然後才找到它的屍首 你剛才說的那幾個理由 根據我做的研究 就是這個世界上 如果沒有鬼 就不行 沒有鬼 很多人沒有市場 宗教又沒有市場 有鬼又有神 有神又有人 那譬如說 關帝現在就 間間警署都拜的 嗯 那關帝原本是鬼的 又變成神 黃大仙都是人來的 又變成神 那譬如說 我們這個社會 人鬼神 和那個妖精魔怪 是很難分別的 那些人將一些 不清晰的 第二個空間的生命 就是聯想出來 就當是有的 那我曾經試過經驗 就說我們要解決問題 因為如果剛才這部電視片 就算在現在的生活出現 以普通人來說 一定會害怕 當然會害怕 困著見鬼 因為人類 就算你不見鬼 你都會害怕 因為人類本性是害怕的 人性本身就是害怕的 本身是很容易害怕的 就算你不在這裏 你晚上的空曠地方 你都害怕的 不如這樣吧 博士 我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 跟我們解決的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聊一會兒 我們再聊一會兒 嗯 好的 博士剛才跟你說 電梯遭鬼的情況 我之前告訴你 有一個英雲不散的情況 因為我以前聽起來 是鬼故來的 這個鬼故是真是假的 見仁見智 只有一個廳字 不過我拿來做一個研究 真的有些人心事未了 就會徘徊在那幾層樓 或者電梯裏面 就是不走的 除非他的心事就完了 譬如有個故事說 一個學生是因為成績不好 差一分就會合格 那就是跳樓死了 OK 那就徘徊在校園裏面 就不肯走的 直至乎那個先生 一打開電梯 先生 為何我不合格 為何不合格 他考得不好 就關了電梯 第二層 打開電梯 那個先生 差了一分 為何你不給我 又關了電梯 再拿一層打開他 先生求你給我一個分 有人懲分我 他突然想起 原來這個人已經死了 所以馬上無管都鬆了 就說不要再讓我見 誰知一打開電梯 又是見到他拿著 他立刻說 我給你合格 我給你合格 多謝 從之後 就是不見到 這個冤魂陪會在那裏 那姑聞論他是真還是假 有時心事未了 就會足以形成 一些靈體圍繞著 在那個地方 不肯走的 我個人有個願望 是 我願望就是 都希望因為沙士的死亡人 他都心事未了 他懂得找人算帳 嗯 就不用等有些人還這麼逍遙 有些人升上神桌 有些人拿襟章 那 好了 博士 我知道你對佛學方面 非常之有形式 那好像剛剛的情況 如果真的有人 在電梯上撞到鬼 怎樣解救呢 有些方法是要事前的 但現在社會很少人說 如果一般學過武功的人 就比較難見鬼 第一 第二 是否養氣足 很少人 就說 由三四歲訓練 他在一個黑房裡 孤獨停幾天 讓他自己和自己交朋友 是習慣黑暗 但在這個社會這種教育 都沒有的 以前我教過一個人的方法 就是 你即時提升你自己的內功 我們叫陽氣 那些人看小說 沒有小說 我們中國有很多是虛構文化的 虛構文化 有內外公 但他又不知道內公怎樣建 那如果對一些人 寫字樓的晚上回到去 現在大廈好些 有康間有管理處 還有有些大廈 如果真的有些電梯高的話 他在電梯裡面 裝一些現在娛樂節目都可以的 你有聲音、有畫面 那個人就沒有那麼孤獨 你沒有那麼害怕 如果萬一你去到那些電梯 舊的樓什麼都沒有 教大家朋友的一個方法 你拿手掌出來 我只是用手指公音 壓下手掌裡 你這四隻手指 就自己會有勁的 那一吸一口氣 壓下去不透氣 令到氣沒有的時間放鬆 你整個陽氣就會出來 如果你再害怕的話 當你一壓下去時間 你就在你面前寫自己的聖愛字 譬如你聖陳寫過陳字 你的觀念上就想到 我陳詩那個恩緣的家族的力量在這裡 我祖先會保護自己 無論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這些人沒有宗教信仰 都用得 有宗教信仰是用得的 你自己 那你有沒有神 有沒有神 有沒有神 有宗教信仰我也是求我自己的本尊 你的宗教信仰但我不知道他來不及 來得 但如果我的祖先 我一定會相信 我的祖先是有存在 我有一條線索 明白 所以如果寫過陳詩的照片 你的心力就會很強 明白 郭博士我現在來 馬上接聽李先生的電話 李先生等了很久了 不好意思 好 李先生 是 多謝 你的電話很難打來 是嗎?多謝你打來 是啊 是啊 那是不是有鬼故事跟我來講 是啊 其實你們跟你們今天的故事很相似 是不是 又是混電梯撞鬼 不是吧 不是的 其實我親戚 他拿到那間公屋 其實很開心 是 是 說著十幾年前 曾經有個伯伯在吊頸死 在廁所裡 其實那間公屋已經很舊很舊 是 是 是 想著十幾年之後 應該 什麼都走了 嗯 誰知道搬到去 沒什麼事發生 過了幾個月之後呢 廁所門經常都開不了 蛤 然後不在意 可能門壞了 然後有一次 帶朋友上來打麻將 都是門開不了 誰知道幾個人在開門之後 發現 有些東西掉了在那裡 只是幾秒鐘 然後就沒有了 是 然後 之後我親戚跟房柱說 當初你曾經 跟你說明是這間公屋曾經死過 他直接告訴你 是有這樣的事發生過的 是嗎 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那為什麼你們又會選 因為 十幾年前的事 不是的 是呀 幾十年都在這裡 我們美國這間公屋 七十幾年都未走過 是不是 當時幾十年 幾百年都在這裡 他不走就不走 未識深閃 或者他認為那間公屋 已經是他 他怎麼會走呢 何況是這些 枉死的 是不是 枉死這些 是屬於枉死的 是呀 問回駕尼倫社 他說那個伯 其實已經在那間公屋 很久很久很孤獨 已經很久了 是呀 他不知什麼事 可能心事未了 一直都是在這裡 突然間跳鏡地告身 我相信枉死這些 真的要跟他做些法事 才可以幫到他 是呀 但是我想問呢 例如我搬去一間新屋 例如有那些東西 是怎樣可以給幾度呢 我想問那個博士 博士 我們要根據世俗的說法 如果世俗人 當他在他的心靈上 他的意境上 接受了神鬼觀念的話 你是不可以跟他抗衡的 我曾經試過過往 就說 你認為心安的 你就最好捐錢去公益金 就說我代這個以前在這裡居住過的人 的亡魂呢 我替你做了一些善事 好運 這個很扮演 現在我便給你 讓他有福氣 我便超聲 這些功德全部給我看 為何我不贊成叫人燒金銀衣紙呢 十幾年前我在上海復旦大學 就有人問我 例如你對燒金銀衣紙的金錢 那些紙錢怎樣看法 我說你又不知道陰監用什麼錢 是呀 那你燒炸錢來 你無端端要害他洗假銀子 他死了害他犯罪 燒了車內被他沒有被拿 未必他拿了 是呀 是呀 那我以前在中國便叫他們 你捐了錢去做好事 那叫那些婆仔 你燒了一張修條 燒完呢 你便在廟裡敲下鐘 其實下鐘便不用敲 但你不敲 他便睡不著 不敲菩薩都知道了 他不讓那些遊戲去玩 他便睡不著 但我贊成呢 就說你去捐了公益金銀 那一張修條 在當天燒了他 當天燒了他 你不理他有沒有存在 如果你的心認為 因為這個世界 認為有鬼的人 就真的有鬼 他鬼的存在 就在他那個心靈的世界 等於你每人過一個夢 他在發夢 又聽到聲音 又聽到人說話 又看到那個影像 但在旁邊的人 又聽不到 又看不到 是 這個是他獨立的心靈世界 是呀 所以你沒有鬼便是錯的 但你說在這個默則世界 有鬼便是錯的 我到現在 找鬼出去 跟他打一個劑 他都沒有 你博士 你這麼重陽氣 怎麼可以 不是 李先生 我想問 除了 還有靈界的東西 你就捐公益金 比較好 因為你有一張紙燒 如果你沒有一張紙燒 這也是個好辦法 不光明 其實有些靈體 未必一定還保留在那間屋 尤其是枉死的人 因為那些殘留的影像 你好像出現了幾秒鐘 其實有些殘留的影像 他在另一個空間 是會有辦法示意給你們知道了 其實就是想你們為他做一些事情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既然你住下去不舒服 又不想搬 不妨學一下博士 還有一件事要補充 大家要明白 如果那個世間有靈界鬼存在的話 他是冤有談戶債有主的 嗯 如果你自問你本身沒有更有過節的話 你要害怕 沒有人阻止你害怕 那好 那我們馬上接聽黃小姐的電話 第一位觀眾 因為我今晚的電話比較多 黃小姐 喂 黃小姐你好 你好 知名姐 幫助你好 其實這樣 我講回你 我以前辦公室的情況 是 聽說 那我呢 我們辦公室就分兩邊 這樣 有一間辦公室就是在那裡 近一間醫院的 大家不知道哪一間了 是 那很奇怪的 如果沒有人當我 可能我多工作 只有我一個在那裡 就會有一些很古怪的聲音 就是好像是有些風聲出一些紙 但是我旁邊那邊 其實沒有人在那裡 我就會關掉那個奶坑點 但是都不知道為什麼會 都是有些聲音很古怪 但是回頭又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那我試過去年 我在那裡工作 都是提熱救命的那個時候 那一晚開工 好像很多東西 只有我過在那裡 那我就有些話要說 那我打算 8點多做一會兒才離開 那怎樣 黃小姐不好意思 那我們現在去去廣告 回來再跟你說一說 好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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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繼續 那我再說回那天的OT 那是有點趕 那我去做事 那我打算多做一會兒 那我突然間 就覺得 很奇怪的感覺 好像有些很不妥的感覺 那我又是有些怪聲 那我到處看又是沒有東西 因為那邊是關掉冷氣的 那我再想一想 這樣想一想 就覺得好像周深不敵才那樣呢 那我再想原來 那天就是七月 即是救命來的 就是其中一天 那我已經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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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好 那我已經想快點做一些事 那我已經想快點做一些事 但是突然間 那一部品牌呢 就很奇怪 那整天 好像不讓我走 那樣 到極都是這樣 然後 後來我也不行了 要快點做一些事 離開 那原來我一出去走廊 即是走的時候 鎖了門 才發現原來整層樓 四個單位 就只剩下我們 我一個自己在那裡 整層樓 那原來那個 其實那個公司 後來就看到 那間醫院之餘 還看到那天子鎖墳墻 那其實 我們自己 初初搬進來 都覺得 都不是那麼妥當 但是都沒有辦法 那後來就 看到這樣的情形 就是我們會 下了窗簾 就不想看到那個墳墻 那接著 有一次走火警 原來落到樓下 我們向著那個位 對於醫院的簾簾 我幾次試過 如果當我只剩下一個人做事 就一定會有些怪聲 即不是心理 是真的 聽到發發發 但是轉回全體 沒有什麼 還有我另一邊 是避開冷氣的 那些麻煩就是 那邊傳過來 就不是我自己座位 那邊做事 做我有聲 那你其實呢 好像有些駝鳥的政策 這樣就下了窗簾 駝鳥沒有東西 其實都不是辦法來的 那博士你有什麼 第一 最重要呢 我們人在觀念上 無論你見到墳墻好 見到任何的醫療 有個戀房都好 這個是我們慈善的現象 你都是生命 不要理他 這個是生命的一部份 這個觀念很重要 好吧 既然間是大自然界的現象 但是因為我們的觀念不清晰 如果你有聯想的話 你是一個孤立無助的人 如果你身邊有同事有性 你沒有那麼恐懼 如果你一孤立的時間 你就變成了一種心理的病態出來 它有一個心理病態 就是屬於一種認知感官的障礙 那你那個感官障礙 我們那個大腦神經 是很微細的組織 到你一受到反常的刺激 或者它的傳道一失覺 你就會看到那個杯就變了鬼 看到我的三角就變了舞頭鬼 你另外就會聽到 你不應該聽到聲音的 那個是幻覺來的 另外呢 如果你再感覺你的皮膚 有東西碰到你 就會比較嚴重一點 你連觸覺都有錯覺 試過有人想到被鬼打 會無緣無故癒了 我們也有這樣的過往 這個就是比較嚴重的分裂 在傳道神經那裡 即是自己嚇自己的嗎 自己嚇自己的 它是有存在的 這是一個病態來的 是你的心理反射出來的 那不如教一下黃小姐 其實在初點還不太好 它最好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 那你信聖子教的 就代本《無敵經》 你信聖子教的 就代本《馬大福音》 你信聖子教的 你就放個佛祖 放個佛祖在心裡 所以它的宗教永遠有市場 那如果你完全沒有宗教信仰的 你就用我剛才方法 我一寫我的聖事出來 我的祖先的能力就來幫我了 但我要解釋清楚 你的祖先就是大自然 你人本身就是大自然 你的祖先分佈了大自然 所以你是不會孤獨的 那黃小姐 你也不用怕了 以後最重要是自己 先安安理得 這些人的死亡 是一種自然的定律 那關上窗簾和反而還 我再舉一個例子 給大家知道 多年統一大廈 有間很大的律師樓 罵鬼他老闆請我去 我說我業餘而已 你是不是搞了很久 才找我去 是的 搞了很久 我去到說我很簡單 我電話上去 你將所有人說 聽過鬼聲 故靈精怪的聲音 見過甚麼的名字 登記了給我 我明天我就來 幾點鐘來 叫他們不要走 你告訴他們 那你說郭大師說來 就是要 中攜上身 捉鬼 那沒有人說 見得清楚了 他怕被我打一個 我就是個個 捉了他 如果說見到的 都說好像不太清楚 沒有人敢登記 我告訴他老闆 那都不行 我和你去吧 去到一個 裝唸一場經 其實有些經文 我都不記得 唸一雷之後 我哭了 沒有事 即是一些心理上的故事 是的 有些人很古怪 有些同事作怪 好了 現在就接聽 詩小姐的電話 詩小姐 喂 你好 你好 沒有 沒有 我有一件事 即是 我已經擠壓了很久 都成十幾年了 不要緊 你慢慢看 我今次的勇氣上來 我很希望兩位 詩小姐 詩小姐 和師傅 你解了我的心結 套盡量 我是一間大集團的董事 是 但我先生 我是貼士來的 但我先生 臨過身的時候 那條絲 是白色的 一滴血都沒有的 嗯 而且他們是不讓我們去奮儀館 還有副棺材 是崩了個角的 但坑方面 就是四個女兒 但擔回買水 是不讓女兒擔 是自己擔 然後燒紙紮 和那副棺材 是砰爛了 才是落檔的 為何要這樣做 然後後期 也讓我知道 詩小姐的骨灰位 裡面 在寶福山那裡 是 那副骨灰鞋裡面 是放了東西在那裡 詩小姐 我沒有回來 告訴我 叫我去幫她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 詩小姐 當時的人 全部攔住 不讓我接觸我 我才生 但這次最大的影響 我希望你們幫幫我 解掉那兩個兒子 那些怨氣 我不想上一代的東西 帶到下一代 我希望那些小孩平安 不要記著爸爸 死了一剎那 旁邊的人 這樣去對他們 我現在我這小孩 根本完全是什麼人都不肯見 除了是把握 你旁邊的人是什麼人 你說清楚 是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 你旁邊的人是什麼人 我們旁邊的是以前 我舊那些 以前舊集團裡面的親戚朋友 搞他 我一陣子都不見 已經 你說旁邊的人 搞你那個先生 是旁邊的人 是什麼人 是他自己大的太太 什麼太太 他大的太太 還有殯儀館裡面的人 也都告訴我 情緒是什麼 所以我很清楚 他說當時我已經 情緒這麼差 所以他敢跟我說 他姓什麼 姓什麼 小小姐 我給你一個方法 是 我包你有限 是 你記不記得 你先生那個 生日線應該記得 記得 記得 記得就行了 記得你打銀牌 打個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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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他的出生年與日 時 是 最好寫他 什麼時候走 什麼名字 住在哪裡 是 是 這個 又科學又迷信 世界有時候要解決問題 你用這個牌 打個銀牌 是 你就 將拿一些錢 是 就捐去中國 現在中國很缺乏的地方 就是有些小朋友 去了 城市打工 爸爸媽媽帶了去打工 或者爸爸媽媽離開了自己家去打工 那些小朋友比較坎坷 自小就沒有了父母照顧 那你捐這些錢就指明給這些小朋友用 嗯 捐了之後 你又把銀牌 又要另外找一個地方 就放在一個 那些 壁壯的地方 知道什麼叫壁壯 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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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人家擺骨灰鎮的 是的 即不是落地下的 不是落地下的 你把銀牌 放骨灰鎮 是 放一個骨灰鎮 放進去便可 是 就放一個 租一個位 讓它融化 如果你有心 完結這件事 那你叫子女 你 可以 本身我們另外放一個位 你有沒有放到銀牌 我沒有 沒有 沒有不行的 沒有 你把銀牌弄回去 等於做了這件好事 就把這件好事 就和你這個先生說 你明白嗎 是 把這件好功德的事 全部就是回向給他 希望他收散 你當天可以說的 你明白嗎 那你到時不明白 你問問詩明姐 你會留下電話 你找我 我教你怎麼做 我知道 好嗎 但我不想我先生 經常都哭哭齊齊 不會 做了沒有 我告訴你 一個銀牌是很簡單的 做這個過程 我可以說一件爭事給你先生 十幾二十年前 在柴灣道 有個大巴士旺 有人遇到四分裏 是 他家人來找我 我一次去就沒有了事 我都冤死了 李先生 這些好人 他沒事的 但你不要生氣他大婆 因為 人與人之間緣分 是涉及很多因素的 不要生氣人 他有他這個人性的表現 因為人有妒忌心 我有個老公 你搶了他 他又正常 你無緣無故 有緣分認識了他 你會維護他 喜歡他 令到你不開心 又是正常 都是人性的一種 好嗎 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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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電話 我們廣告回來再聊一聊 是我們《怪談信箱》的時間過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 可以寫信給我們 Fax給我們 或者email給我們 我們現場就會和你們逐一解答 我們今天收到一封信 這個是Fax來的 其實那個故事 我想我剛剛我們略略都提過 都挺恐怖的 其實這個故事 好不好請這位觀眾自己親自說一說呢 可以的 林小姐會不會在這裡 林小姐 在這裡 在這裡是不是 是由你親自去說 比我好讀出來 是不是 不如你將整件事和觀眾說一遍 簡單一點就行了 看你這個故事也很恐怖 是啊 是啊 就是我現在想說 就是我晚上搬屋 我就不知道關不關事 住去那裡之後 就是經常被鬼擲 我終於以為沒有什麼 但是覺得他沒有惡意 但是慢慢變本加厲 會開始捏著你的鼻 不讓你休息 接著捏你的腰 我記得你剛剛寫的訊息 你說 最初 剛剛撞鬼的時間 就是在梳化上睡著覺 聽到有一把很陌生的男人的聲音 在門口叫你 然後你走出去開門 但看不到有東西 就關門 那時候 一直就開始被這個靈體騷擾你了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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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說回 就是我搬了屋之後 那一段時間 就是 那個人不知道怎樣 然後我回到那裡 是那個女人 我看到她 我說 為什麼你經常跟著我呢 然後她說 為什麼你這麼蠢的 別人說你就相信 我跟著你連半了 你都不知道被鬼擲的 這樣說 哦 她在夢裡面跟你說 對 在夢裡面跟我說 然後我叫我媽媽燒一些東西給她 然後 她再來的時候 我再問她 你有沒有收到我燒的東西 然後她說 收不到 我只剩一份地鑄就收到了 這樣說 然後我說 我的腰這麼痛 是不是你捏我的 是啊 是我捏你的 誰叫你念經 因為我的部長教我念經 她一來就贈我 其實如果你念經 她根本就很難可以做到一些 傷害到你的東西 所以她一定是不歡喜的 但是其實你這個動作 是應該繼續下去的 因為是慢慢慢慢慢慢 她會讓她接受回你的 那為什麼呢 經文有時候會讓她明白一些道理 是不是 博士 第二 可以真的做到一些 超渡她 好像我在你的註冊裡面寫 你直接是聞到她 直接是讓她感覺到 跟她談到 甚至乎讓她恐嚇 是啊 都很長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啊 小姐 她找了很多師傅 不是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很多師傅 沒有的 但是我之後 我姑長帶我去龜醫座 我在哪裡龜醫 在香港 那間叫什麼 真佛中 好像 哦 哦 是啊 在荃灣的 那我龜醫座也幫不到你嗎 是啊 幫不到 之後她還會 後來我見到一個男人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 她就送一朵花給我 我多了一個男人出來 是啊 多了一個男人出來 龜醫座之後多了一個男人出來 不是 之前都有的 但是我見過一次而已 之後第二次見她 她就會出現在你身邊 還有送你解決給我 你有沒有去過卡拉K那裡玩啊 以前 有啊 有啊 有沒有食慶頭丸啊 嗯 以前有 但是現在沒有了 哦 明白了 兩樣東西 我給你一個意見 嗯 第一呢 如果你找一間廟住幾天 沒有啊 因為現在不可以說你是什麼問題 因為你碰到症 嗯 你去完廟住呢 如果再有事 又再去找一間教堂住幾天 教堂沒所謂 不一定花港元 花美金都可以 看看你的緣份在哪裡 如果你去完廟住又是見到這兩隻東西 去到教堂住又見到這兩隻東西 那你就告訴仙蓮姐聽 我就替你判證 不是 但是我之前在香港找那個師傅回過來 就是讓我家裡讓我住的地方 不是 我叫你不是回來 你要直接在廟住 嗯 在廟住幾天 如果在廟住幾天之後 你又說見到有鬼的 那你跟著搬到教堂住 哦 那我教堂又住幾天 你住完才要教你方法 好嗎 但是我試過在廟住 整群朋友去廟住拜神 那樣 但是我 要住的 蛤 要住的 你住兩三天 我想郭博士會有他的理論在這裡 要判證 這個是判證的 如果沒判到證 總比是一般的去推測 是啊 判證 我不是推測的 但是我叫那個師傅回來 他說我家裡真的有一男一女 因為他的徒弟有一陽眼 他叫了師傅回來 因為我之前也懷疑自己是靜頭的 就是自己的精神有問題 我都可以看過精神科 看過心理醫生 但是也幫不了我 我沒說你沒見到有 現在我要判證究竟他來自何方 嗯 你明白我才知道 不如這樣吧 我們還有一個觀眾要跟他聊天 不如就 你按照方法先弄完 你才告訴清明姐 你按照方法先留下電話 要判證的 再跟你聯絡好不好 好 謝謝你 你也不知道我兩隻東西來自何方 好 謝謝 現在是黃小姐電話的 是啊 我是 黃小姐 你趕快點吧 我們節目時間就快點 好啊 我盡快 是啊 我就 陀恩女兒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我懷孕了 但是我曾經被鬼摘過 但是後來我女兒出生 到一歲多的時候 她就曾經見過鬼在家裡 我們就找師傅 就來幫我們搞定了 掛了一把劍 她讀書的時候 她又見我的靈體 但從小到大她都很乖 但是我覺得她近幾年 她好像有個心魔在那裡 她就是那個人都不是很開心 讀書又沒有心機 現在多少歲啊 17歲 今年升4.5 本來就一向都很乖 那我就等她 我今晚才跟她聊 我說你4.4我也這麼等 那我問她今年你有什麼目標 她說我沒有 那我說我對你都很大 就是為什麼我就說 我對你有點信心 不過怎麼知道我做那麼多事 都做不到 我就很害怕她 她不知道是不是她經常都很害怕 那些什麼黑暈啊 她一看到她就很震 那什麼暈啊 她說看到那些黑暈啊 黑色的暈啊 是啊 她的情緒就不是太妥當 就是她很害怕 所以從來她不用詭氣 嗯嗯 但是我深信她真的看到 如果她… 你女兒有沒有學會游泳的 有 會游泳 有學游泳 是有影響的 玩電腦 絕對有影響 是啊 那我應該怎樣做啊 呃 現在小朋友呢 你不讓她玩又不行的 是啊 那最好呢 你就會玩45分鐘 要休息半個小時 哦哦 這個是有醫學報告 是 那另外呢 就說 很多人都一定會見到 有些… 她的感應很強的 是啊 我們五年前住在西貢呢 住了一年 她見到有一個女生呢 坐在她哥哥的床頭 是她見到的 她跟我說 我一刻就在門口裝香 她隔壁的人見不到 是她見到的 見不到 只是她見到的 絕對 我立刻裝香 絕對相信她是見到 在她的視覺神經見到 但是她的視覺神經見到呢 在我們那個心理醫學上 那個學術上呢 是一種錯覺 哦 在密室世界沒有存在 那實際是不是這樣 會影響到她的學術 所以一定會 所以你叫你的女兒多些游泳 最好叫你的女兒 就在學台拳道 哦 播下游道 哦 那她游道呢 個人有自信心 體能也好 就更加沒時間 少點時間打機就行了 好嗎 好啊 好啊 謝謝 是啊 其實博士給你這些意見 你非常珍貴的 除了可以提升她 保身的陽氣 身體又會健康 多些活動出去 根本的人會開陽很多的 就不要經常沉迷著 在這裡自己想 還有香港的朋友呢 就 他們應該要叫小朋友學武功的 學一些正統的武功 因為大家要記得 香港學生自願 小學生自願 沒有人寫說我將來自願做將軍的 嗯 就是那個戲拍是不夠的 不明白 中國大陸就是那些自願 沒有人寫說我自己做總統 我們節目時間也都了 那就是很感謝你 今天做了這麼珍貴的意見給各位觀眾 那我們下個禮拜六 就會有 另外一位師傅 麥寧玲師傅跟我們一起做節目的 那我們下個禮拜六再見 拜拜